102年好人好事表扬大会登场 高雄市长陈菊亲自颁奖给每位得主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社会的默默善行 获奖代表中不把企业大老板 包括顺发3C董事长吴顺昌 拆船大王潘孝瑞等 都是事业有成后回馈社会 另外经营自助餐的姚鼎盛 长期赞助爱心便当给清寒学子 也为人津津乐道 承举感谢代表们对弱势朋友伸出援手 让社会充满温暖 也因为我们的社会上 有这么多愿意帮助别人 建议支持关怀人生的敬意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敬意 有人比较困难 有人比较无力 有人比较坏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很多人生美好敬意的人 能够对这些困难无助的这些比较弱势的人 能够给他们温暖 支持他们 帮助他们 提醒他们 我想这个社会非常温暖 所以我对我们高雄市 张来庄的市长 跟我们高雄市有很多企业 他们都在做很多很多的好事 都在做很多很多 对社会非常正强的事 我都非常感动 陈菊表示 人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 但善心人士愿意助他们以臂之力 必定会有福报 另外他也指出 高雄市餐食服务行之有年 默默帮助许多弱势族群 希望这份爱心能持续下去 让社会更加温馨 我去做十班了 我们先做十五的 你看那个张理事长 你大你只会 做多少 做多少 我没照顾多少孩子 我用这样就说你看 我们高雄市有那么多的企业 都在做这些高台 我就跟你说 这样不断辅助的人 会贪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高雄连连 高雄不断 接二连三 这样大家 所以你的感觉有很多 这么高兴 很厉害跟人分享利益的企业组 他们人生我想都非常远把 他都收到很多人都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什么这个大雄事件 很多给我们的台湾社会 吃东西 吃东西 油 因为你会比较大 多数个人都很好 人家人都很愿意 这样的企业就不会成功 102年好人好事代表 是由各界推荐26位中选拔出16位 得主中涵盖各行各业 陈菊吉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理事长张来川 亲自颁赞奖状及讲座 场面热闹文心